嗨 大家好 我现在来到了山西中医博物馆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文创产品 请我们的馆长来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香囊 像我们这么多的不同的棕草药 这个味儿 包在香囊里 起到蛆虫 防蚊 结高身体免疫力 这样一个不同的作用 这个有什么寓意吗 这个就是我们馆里的腰幌子 鱼 谐音是玉 全玉 也是代表的特别一个美好的寓意 这个莲子是黑色的是吗 平时我们吃的好像是白色的 像白莲和红莲可以做食用 入药主要就是黑莲子 做一些药膳 我们药食同源的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日历 我们看它是可以转 它都是用我们中药材 这是画的 它的功效 望闻问切 你看这把扇子是吧 做得多好 你看这个 特别漂亮 这全部都是用我们的中草药 做成的耳坠 好看吗 挺好看的 给自己的家人戴上一副 看这个眼睛 这么多的学问 2024年中国东盟中医药产业 交流宣誓会 即将在山西太原举行 期待您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